这个文字我们再简单说说 也要是想详细讲 你每一个字在当初代表什么 应该是怎么样 这个确实文 这个博大精神 你可以就开很多课专门去讲 包括你去讲别的 讲武术 我们都会涉猎 都给大家有点讲过了 整体上你有概念 要通 君子不欺 你不要局限于某一个 除非你是专业干这个 我们 违背了什么都了解点 都出了一旁东 当然你要哪个都没学明白 那不好 那是要要 要要松不一二节 上期十指不断机一指 这个 说文 同时我们说说这个语 当然这个文 还有一个叫什么 俯禄 你知道这个俯禄吗 就画俯 最早 它跟语 我们说了 咒 它是一种信息的传达 一种命令 一种 一种暗号 一种约定俗成的 一种指令 一种沟通 包括你上香 都是为了这个传达信息 以至于 就是到后期就不用传达 我心灵感一念 我就 来了 就这样 这样是 它就 我 我就上去了 它就下了 这个 这个 语 曾经就是 这个自然界的这种 鸟兽之一 我们就变 你看现在人很多人会模仿 会配音 各种动物 因为我也会 我们就不在这 这个 显示了 就是 就是 然后那个 纹呢 嗯 就是 咒呢 咒 就是 咒 那个 呃 就是 那个那个 符录呢 画的那个 你看画的那个 有 有些 它 也像 就是 也是完全的字 就像 鬼的那些 什么 什么 啊 或者是 有些它就是 叽叽如律令啊 反正都要写 哎 有些看不懂 它那个是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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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鱼虫 鸟兽 这个 虫子 它走过的 这个路径 它这个 你别可小看这个虫子 它 它就下 给你下了 刀指令 它这个 就代表 什么意思 它为什么 这么走 它根据 这个磁场 根据什么 什么 哎 那个动物的 那种 潜在的 比人 人虽然说整体发展 但是 比人的那种本能性 还有零 你看你的肢体 那 你不会飞 你不会游 你跑一没动 跑得快 嗯 不能跳 也没有跳得高 你跟谁比吗 你为什么看不起他了 对吧 人作为一个长者 他就像把他们当做小孩子 你要关照 当然不能过度 就是 不舍者输 你不要输 就是 它是这样来的 这个 你不会 我们聊的太多 每节课要不然先倒着 那就说这个雨 下节课吧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